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他们的就业十分的多样化 当对面的女孩把金融男邀请过去的时候 我们生物男肯定是不开心的 我们如何把我们的生物课教得很有趣 让男孩女孩都看过来 很有挑战 那么最后一点我觉得是现在十分的卡脖子的事情 大家听卡脖子越听越多 我们要原始创新 但是如何在课堂里面把原始创新的能力交给学生 我认为是有途径的 然后怎么样来做这件事情 时间哪里来 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那么规矩在这一期 社会国家对我们提过了更高的要求 怎么办呢 实际上在18年的时候 美主任实际上和我讨论 然后一起参加了会 我有些提会在上面 那么今天不展开了 我想把操作层面的一些经验和大家进行分享 更多的思考可以在这篇文章里面有 那么再开始 讲混合教学之前 刚才刘老师也讲了他的实验教学 如何开展混合教学的 我是理论课 我想先把在线课程和混合教学进行一个区分 那在线课程很重要 教材也很重要 只有课程的视频和教材都建设好了 我们在实体课堂里面 才能有时间来做上面的事情 上面四个教的任务是很重的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实际上 是需要学生通过视频 通过教材 打好基础 才能够在课堂里面开展创新 学习创新的技能 不仅仅是教知识 而且要教技能 我们不能说让学会学生去体会 领悟这个技能 我要把它教给他 这样才能够提高教的效率 当然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思考 然后关于在线课程 实际上我有三个补充 今天不展开 首先我们复旦大学实际上出了一个 是在线课程的质量标准 在线课程好不好 可以用这个打分表来看 然后它是参考美国的Quality Matters 进行改造的 有81分 如果老师感兴趣可以参考 第二个是因为今年上半学期我们学校是没有开课的全部 在线 在线的授课的过程中我是很挫折的 因为我是课下 课上结合混合教学 所以当时感觉很挫折了以后 我说学生要把麦克风打开 怎么打开 怎么让他们打开 我有些心得体会 所以也放在这个二维码里面了 那第三个实际上是在今年四五月份的时候 有些文章出来 他说在线教学或者在线的教学达到了和实体课堂实质等效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但是我要数据来说话 所以整理一些 整洗了一些数据 但这篇文章没有最终发出来 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我想把结论先晾在这边 就是实质等效并不应该成为在线教学的评价标准 所以我很快地用刚才的三四分钟时间 把一些和我的主题混合教学不相关的东西先讲掉 然后我们回到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如何来开展一个混合教学来培养这个建设者 那么开展教学我们需要有教学目标 然后有教学评估 那教学目标和教学评估也不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 我想关注的是教学活动 那么混合教学的线下教学活动 我采取的是设计不同学习层次的讨论题 就是我的是理论课堂 那么在分享我怎么来设计不同学习层次之前 我先想把我的课程的教学目标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教细胞生物学课的正好不冲突 刚才有生物化学有微生物 还有一个线下实验课 所以没有人把细胞先讲了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细胞课是怎么样的 那么作为一个生物学的基本课程 我希望读完的学生 不管他以后是不是做生物学的研究 他总是能够把这些基础的知识记下来 但是很遗憾的是这些知识可能不需要老师说 他看视频看教材都已经能够完成了 那我教什么 那么我还有第二个目标 我是说你要能够把这些过程给举例出来 他能够延伸 刚才老师说新冠来了以后 要把新冠过程中的实践和我们 比如说受体介绍的内吞联系起来 所以他需要有这种能力 需要能举例说明才能够融会贯通 而我更想学生是能够做科研人员 做研究细胞生学的科研人员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把原始文献提供给他们 然后使他能够简单地评价它 解释它 当他能够看懂原始文献了以后 他会不满足于我提供的一篇文章 他会去自己找文章 从而达到刚才张老师 程老师分享的持续终身学习的能力 所以我说我要在课堂里面创造这样的机会 让他去学会怎么看文章 从而原始文章 原始的英文文件 从而能够持续学习 而最重要的是我想他有好奇心 当你有了好奇心以后 就能够接受挫折 今天没有时间分享的事情 让实验课堂里面 我故意的制造挫折 让他失败三次 然后成功一次 然后他获得了喜悦感 从而他可能就在真的实验室里面 失败九次也会继续做下去 而我们知道爱迪生 是爱迪生吗 失败九十九次才把灯泡弄出来 对吧 哦 九百九十九次 所以我觉得在课堂里面重建这样的体验 对学生是很重要的 因为只有在课堂里面体验到了 他觉得没事 无所谓 我能够克服他 他才能够在真正的科研中 或者在真正的社会工作的过程中间 把挫折变成动力 然后往前走 然后我们还得切回主题 切回主题 就是如何来设计不同学习层次的讨论题 我分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关于知识点的 你要把它背出来 所以对三角形的学习的要求 实际上它是能够识别出关键的名字解释 然后定义出它 然后进行回答 这是第一层次 期末考卷上一般都会覆盖的 第二层次我是说 你能够把理论和之间结合起来 这个时候你就要能分析一些现象 然后把这些现象 用刚刚讲过的 或者视频课程里面 学到的知识给它解释出来 我觉得三分之一 可能三分之二的学生是能做到的 第三个层次要求有点高 我说的是叫知识再发现 这可能是真的为那些 以后想做科研的学生所设计的 它需要把以往的知识再发现一遍 我这么定义的原因是我们老师相对学生而言 实际上看了更多的书 当然至少读了更多年的书 知识的层次或者说它的知识是不对等的 然后利用这个不对等性 学生还不知道的时候 他会以为他发现了这件知识 然后他获得了喜悦感 实际上我们知道已经有人做过了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但他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快乐 从而能够在他今后择业的过程中 就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所以我想以我的那个细胞生物学的一门课 一节课为例 来把这三个层次整合一下 我这节课是细胞周期的课 细胞周期里面一开始 我们就会讲DNA的复制 所以我有一个 因为他们一直在课下 把教材是课后看的 课前他们是看视频 所以他大概的知识点已经是知道了的 所以在这样的课堂里面 我可以直接把这样的题目扔上来 说你们看了视频 做了预习 你应该知道DNA复制需要哪些蛋白质 然后DNA的子链和母链 是什么样的关系 我用ABCD一串的字母链上去 说来一个小组开始回答 答完了以后最高的平时成绩加分 这边可能有20个题 那他达16可能就变成最高了 那么一个课堂里面40个或60个人 我们有10个小组 那么可能一个组就马上冒出来了 其他几个组说 你课下预计就能冒出来 我们也课下预计 然后我就得到达到了那个课下 促进他们良性互动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低层次的题目 我期待得到的答案实际上是一种列表 简图或者是简答 适合复习 那么另外还适合的是零散知识点的串联 可能在我之前张杰讲了细胞 心理体 可能我们后面讲能量代谢的时候 又会有心理体 一个是在细胞期的时候讲的 一个是讲能量代谢的时候讲的 那么两个张杰的知识实际上是串在一起的 只是因为张杰划分的时候分开了 那么我在讲能量代谢的时候 再把细胞期里讲过的线理体拉回来 然后用这种题目来考它 达到达到不同张杰的知识点的串联的作用 我觉得是很有效的 不同的细分的专业老师 也应该可能可以参考到 那第二个层次问题是应用 在细胞周期中间很重要的特点是周期性 周期性依赖的是基于mRNA的一个蛋白质的合成细胞 周期蛋白的不断的合成过程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边有四张图 第一张图的答案很区域已经有了 很清楚 第二张图就是说 如果用RNA酶处理一下所有的体积物 那么RNA没有了 没有RNA它就不能合成蛋白质 也就没有周期性了 所以可以预期到这个结果 那么我说同学们花五分钟时间 把下面两种处理的结果给它画出来 可不可以 那这是稍微有些挑战的 但通过简单的对比这张图到这张图 然后分析出下面三张图 这两张图是可以做出来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对刚刚讲过的知识点的扩展 是直接的应用知识 没有跨很远 所以我觉得是能三分之一 或一半的同学能做到的 所以这是第二层次的 然后一般我会把课堂里面 更更最重要的核心点在课堂里面讲 讲完了以后我马上就让他做这件事情 并不是把讲课这件事情完全的交给课上的视频 我还是要讲一点 讲可能讲四分之一的内容 那第三层次 第三层次的问题叫知识在发现 这边是关于CKI的 也就是举的例子是当年CKI发现的核心实验 很可能我们教师也有科研任务 那个时候教师要和学生做的实验 或者教师做的实验 你研究生刚刚有了一个实验结果 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结论是什么 但我觉得对学生更重要的是 如果你有个科学假说 你期待看到什么的实验结果 你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样 而当你的结果和你的假说不符合的时候 到底是结果不对 你实验做错了 还是假说不对 老师给的假说错了 这个时候就要有批判精神 学生也要很对自己的结果很有自信 才能做这样的事情 那就要求他们能够对一个科学假说 有一个预判 说我期待看到什么的实验结果 这件事情在课堂里面完全可以做 这边是选了一篇原始文章发表的 然后它的图最终的结论是说 P16是一个CKI 然后我说你们期待要看到一张胶图 这张胶图会用什么来做指标 然后看到什么趋势 第三层次的题目 可能时刻里面有两三个同学能做 能做出来 他需要思考 但是这是一个以组为单位的活动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完成的 然后这是三个层次 当然您可能会说 这三个层次怎么放到一节课里面去 放一节课实际上是这样来的 可以看到我是讲细胞周期 然后讲一段时间以后 我出了一个第一层次的题目 说细胞周期的一些特点 这些特点能不能帮我讲一讲我忘掉了 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忘掉 因为二十分钟前我刚刚讲过 他们要做的是第一层次的复习 或者复述 接下来是第二层次的题目 说有一个实验现象 你能不能把这个结果画一下 但是我不期待我的学生能够在课堂里面 马上把第二层次的题目做出来 所以我给了他个过程 说这边有一张图有这样的趋势 我帮你解释一下 分析一下 然后我出另外一张图 请你帮我解释一下 把结果画出来 然后这件事情又做了一次 有一个实验 有个结果 请你把这个东西补上去 没有期待它 一下子就做出来 然后当然这边有刚刚已经跟大家分享过的 这个是周期性 而我们的周期性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了 然后我们再到后半节课 那个实际上是两节课的课 后半节课的时候 实际上有这道第三层次的题目 但我喜欢的是这笔的第三层次的题目 我选了一篇研究论文里面 连续的三张图连在一起 然后它是一个递进的过程 一张图的结论到第二张 第二张到第三张 第一张讨论完 我下面统一下各组的观点 说有些人错 有些人对 我们统一照这条线上来 然后我们分析第二张 第三张 刚才我说是可能十分之一 可能是十个人民两个人才能跟上 怎么办 我提供课件 课件里面有原文的图给他 我并不是提供一个PDF文件 我是把PDF里面的三张图里面 和我的授课内容相关的图和结论贴过来 然后你就只需要看我的课件就可以了 时间不够了 这个组织形式是分组的方式来完成的 然后这是一些照片的分享 然后当然这边可以看到大家都很开心 希望他们很有兴趣继续去做生物学研究 然后可能讲得很快 因为很多的内容 操作的时间已经写在一本分享里面 案例集里面了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购买一下 然后就这样 我今天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